大家好 又回来我们的眸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眸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亦都希望你留下善意的留言 好了 今节我们就讲下 世界时事多合一 第一则新闻 就讲下这个扎尼斯基 奇论怪,真是奇论怪 究竟什么事呢 就是 大家知道 其实这个中俄 的领导人刚刚就是有一场会面 但是扎尼斯基 好像 是 没有高调的发声 没有战争之后 任何一个国家 跟 俄罗斯走得近 都会是引起扎尼斯基 狂轰 当然 德国 匈牙利 更加 是经常 被 这个扎尼斯基开波 但是 国际刑事法院 以战争罪 为理由 对普京 发出 拘捕令之后 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 就是接着 莫斯科 和普京会面 但是扎尼斯基 居然 没有高调的 出声 而且还希望 和习近平通话 其实 这个 西方的媒体就说 这个是为了什么呢 就是为了令到 北京 维持 在投资者和贸易伙伴 还有 潜在中间人的位置 我们之前说过 有些人就说 中国是会支持俄罗斯 去向乌克兰 动手 但是你知不知道 中国投资了多少钱 在乌克兰 所以 亦都是很多投资者 来自中国的 乌克兰 还有贸易伙伴 之后 和 这个Politico 知名的西方媒体就说 因为之后 乌克兰的重建 亦都需要 中国 雄厚的 实力 包括财政上 以及在基建上 你知 中国 做基建 是世界第一 几乎 不愿意 激怒 中国其实 非常合理 首先 我们看回数据 在澳湖战争之前 中国就是 乌克兰的 主要为伙伴 亦是 黑海大麦 粟米 的 庞大市场 北京 并且 已经大量投资 乌克兰的港口 还有电信设备等等的基建 几乎小心翼翼地避免 和那么重要的贸易伙伴发生冲突 是正常的 去年 这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10月份 就表决 对于 这个 中国 新疆维吾尔人 的一个人权状况的时候 其实 乌克兰 甚至 投下了棄权票 中国上个月提出的 政治解决 乌克兰危机12点声明之后 其实西方国家当然是柴台 多数 都是持怀疑态度 不过扎尼斯基就说 乐见中国主导和谈 更加说 中方的部分提议 是尊重国际法 为什么 不和中国合作 没理由不合作 扎尼斯基 当然 亦冒着 这个 一些风险 另外 我们看一位乌克兰的汉学家 他就是 乌克兰汉学家 协会 董事会的主席 哥洛德 他就告诉西媒听 中国需要欧洲 北京 就是 借助 由中国 对欧洲的正面影响 来证明这点 我引述他全部都是 就好像 北京 会调停 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的冲突一样 成为真正的和平帝造者 不过 乌克兰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 其实这些就没什么牙力 只有港字 你说真是 掌权的话 就是扎尼斯基 就认为 中乌外交关系已经陷入危机 他就说 当世界 绝多数国家 想着孤立 俄罗斯 其实这个是没有常识的 之前西媒也承认 世界绝多数国家是中立的 站在西方的 国家 其实 就是那堆 那当然 这个 肯定是有西方 和六媒在 还有黄媒在 大声 是拍手掌 但是 这个 根本是说大话的 另外 我们看回 这个 习普 会 的声明 当然 亦是讨论 深化双边关系 和经济合作 国际形势 和乌克兰危机一系列的问题 其实 最后来 这个声明 就是 说要 通过 和谈去解决 俄乌战争的危机 是好事 当然 很多 西方媒体说 都没有 实质的事 连第一步你都没走到 你们可以 叫他们 谈得了吗 说真的 当然 美国国务卿 布林肯 就说 这个中国 是为俄罗斯提供 外交掩护 起码 普京大帝肯谈 正和 什么叫外交掩护 真是好笑 其实这些事 当然 普京大帝 都是做一些 令到俄罗斯的一些 公务员 小心 说回 另外一宗 新闻也要提一提 俄罗斯总统办公室 负责内政事务的第一 副主任 基里延高 已经 要求他们部门 工作人员4月1号之前停止使用美国的苹果手机 就说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 在3月初莫斯科 周举行的一场讨论上 有参加会议人提出一项 提议 俄罗斯总统办公厅 内政部门的工作人员要放弃使用苹果手机 要求 放弃使用苹果手机 就说是出于 安全的理由 因为 跟其他手机品牌相比 他们就说 苹果手机更加容易 被西方的专业人员 这样吃了进去 其实这个 并非是俄罗斯首次 是 要他们的官员 不要用这外国的 当然现在看到 集普会之后 亦都希望这一世界可以见到和平的处光 这就是 第一则新闻 第二则新闻 就说说这个好事 92岁还做新郎歌 是什么人呢 就是 梅度 全媒大亨梅度 92岁 将会第五次结婚 他就说 是最后一次 期待共度余生 梅度 跟第四任妻子离婚几个月之后 宣布自己求婚成功 即将和66岁的未婚妻 史密 夫女士 是步入第五段 当然梅度的第五段 婚姻殿堂 婚礼 就会在今年夏天的 末期 这样举行 梅度 博姻殿堂 说自己求婚的时候 非常紧张 他就说自己对墮入外河的感觉很害怕 但是他知道 这个将会是最后一次 最好就是这样 这个好笑 最好就是这样 可能不是这样 期待 可以跟对方共度余生 梅度其实 亦都是 在他旗下的一家 报刊上面就说 其实是华盛顿 这个是纽约邮报 纽约时报 纽约邮报就说 没错 3月17日的时候 爱尔兰传统街节 职Patrick Day 当日 他就向 未婚妻 史密夫女士求婚成功 筹备自己的 第五次的婚礼 梅度就说 作为一个有四分之一 爱尔兰 血统的人 他特意选择这天 向未婚妻求婚 是精心打造的 当然 当然有精心打造的转介 梅度的 未婚妻史密夫女士 今年66岁 一共结过两次婚 两任前夫 都已经离开人世 他的第一任丈夫 是一名加州律师 加 势相当显黑 但是 离婚后 因为婚前协议 他 没办法获得 任何财产 一度 无家可归 第任老公 是美国乡村歌手 和是广播电视的高层 在加州拥有大面积的 农场和木场 并且 在高档的社区 拥有多套的豪宅 对于未婚妻 回忆 回忆相戀的过程 梅度 他们初次相识 是去年9月 当时 史密夫女士 是参观了梅度 位于加州 的一个庄园 两个人一见如故 伤谈甚欢 梅度是美国加州拥有一处葡萄园 定期会巨行葡萄酒会 原来 史密夫女士 已故的丈夫也曾经拥有过一个葡萄园 并且一直从事葡萄酒的业务 第一次见面之后 梅度就心动动了 隔了两个星期就打电话给史密夫女士 电情 就这样开始了 史密夫就说 对于我们两个来说 这段暖情 是相当是赐予最好的礼物 我已经是寡居了14年 和梅度一样 我的前夫 亦曾经是一名媒体工作者 所以 我和梅度 有很多 行业的共同语言 亦拥有相同的信念 当然 这个不是我第一次步入婚姻殿堂 我都接近七张 意味着 进入人生下满场 我之前一直等待合适的时机 进入 再一次婚姻 现在 朋友 都为我感到高兴 梅度就说 这段感情 是旋风式的恋爱 就说 自己 心里 嘚嘚嘚声 非常紧张 他就说 我对代入爱河好惊的 我知道 这个将会是 人生最后一次 最好就这样 他说明最好是这样 不代表真的是 哈哈 我好高兴啊 对于梅度这些 又有钱又有权有势人都会害怕吗 当然 今年夏天的夏末 就举行婚礼 两个人 将会在美国的加州 还有是蒙大拿州 纽约州 和英国生活的 我们期待 他们 能够功都余生 梅度之前 就和空姐 记者 还有 这个 亦是企业家 邓文迪结婚 有六个小孩 去年梅度 再和第四任 妻子 亦是 钱无得意 霍尔 来结束 6年的婚姻生活 梅度的身家有多少 也不少 你说他最顶级那批 不是 都能够全球排前100 梅度的资产 就有172亿美金 全球排95 梅度的 那么多前妻和子女 因为遗产的问题 都曾经是展开过激烈的争夺 梅度就说 这次婚姻 不太可能改变他 持股企业的所有权结构 包括 这个霍氏公司 即是霍氏新闻的母公司 和新闻集团 他就说 现在新的趋势就是 两个人搬在一起 亦都没有隆重的仪式 在荷里活 他们甚至 在 匆匆忙忙结婚前 就已经 搞好这个婚前协议 亦都协商好 离婚后的安排 你这么说是不是你也想来呀 还没 还没结婚又说这些什么 是不是不多佬礼呀老板 他真的是佬礼 当然了梅度 经常被澳洲媒体 即是 非他媒体的媒体 非他旗下媒体媒体 就少他 就是前澳洲人 因为 他要买美国的 一些企业 所以就放弃了澳洲国籍 他 亦估 在墨尔本出生 是一个 墨尔本以南30英里的农庄出生 他父亲 基斯梅杜 是一位 战地记者 拥有澳洲四家报纸 不过1952年 他父亲 心脏病 就离开人世 当时 他就在英国的 牛津大学读书 回家 处理后市 之后 他也是聪明 就将 这些 他父亲 经营旗下的规短媒体 后来 转规为影 所以 你也是不得不佩服他 当然 他早上 就来自英国 他 亦是 子女也挺多 不过 之前那些东西都已经差不多分得 都应该是安排好了 很多的 家庭的银子 财产都安排好了 当然 梅多 他 亦是 大家为什么那么熟他呢 因为他第三任妻子 给邓文迪 当时 68岁梅多 就迎娶31岁的邓文迪 接下来生了两个女儿 13年 就是 离婚 梅多 曾经 亦是说 贝利亚 是介入了 他们 即是他和邓文迪的婚姻 但是 贝利亚 英国前首相 工党的前首相 就否认 没有胡说 没有这回事 这样说 怎样都好 你喜欢他 不喜欢他也好 这个 传媒带亨梅多 其实 在 右翼 的 意识形态当中 他真的是个旗手 亦是坚持着 他自己的一个 意识形态 他旗下 说真 英国澳洲 他是相当有实力的 因为媒体多 美国也是 但美国 因为还有其他大媒体 在澳洲基本上差不多玩了 英国亦是 相当地有份量的媒体 好 这个就是第二 则新闻 恭喜梅多 又做新郎哥 九十几岁人做新郎哥 叻 叻叻叻 好叻好叻好叻 好 最后一宗新闻 来自德国 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 他亦是副总理 他亦提议要限制 科技输出中国 不过 是限制特定的德国科技产品 特定可能越来越廣 他回答记者访问时 记者就问 有没有想过好像美国那样 要限制高科技产品出口到中国 他就说 我们一定要防止 因为自己的疏忽 而失去技术领先的地位 虽然 我们 不应该是乱 设置出口的管制 但是 某些领域 一定要 加强监管 要更加严格的管制 在 中国 和 西方国家地缘政治 日益 紧张的时候 这个也是 德国政府官方 首次公开表态 支持这类对中国出口限制的措施 在欧盟的其他 成员国 荷兰 荷兰其实只是被迫 因为美国逼他 其实荷兰也不想 荷兰就准备禁止向中国 输出部份晶片的製造设备 美国为了阻挡中国 关键的晶片技术 一直 向相关的厂商 施加压力 荷兰 本来也不想的 因为他们之前的 大臣也说我们要有自己自主 因为事实上 他也买很多东西去中国 德国这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哈贝克 他也提到 德国未来进一步扩充5G 的这个移动通讯网络时 不应该再使用 中国的华为零件 但是 他没有在 既有的网络上 完全是剔除华为产品 即是 他现在仍是用一些 德国目前 仍然在审查 无线网络当中 使用华为零件 的所谓 潜在国家安全 其实这个 无限放大 什么国家安全 另外 还有一件事 比较少说 就是德国的教育部长 雅清格 其实 昨天去了台湾地区 是26年来首位访台的 应该叫全台 全台的德国部长 当然 中国外交部 是表达坚决反对的 不过德方肯定说 这次是正常的 访问 但是 这个行程 非常低调 但是 德国的媒体就说 为什么这么低调 不需要随随意大声说出来 那你就试试 看看国家的立桃园 看看得到什么 当然 这位德国的教育部长 接受媒体访问时 我们专注于这次的活动 我们的活动有关 研究和创新任务 他就说这些正常的 这些访问行为 德国需要世界各地合作伙伴 来应对全球挑战 雅清格 昨天就是 访问了台大 之后 再去 南港 高宫的西门子培训中心 之后就会 见台湾地区掌管教育的人士 此时此刻 他就应该回德国 当然 德国会不会很出格 事实上 他们也是审慎的 但是德国是一个很奇怪的政府 因为他有三个政党 什么 左中右也有意识形态 所以 是相当地特殊 就算哈贝克是副总理 他说的话都不代表 完全是德国政府的意志 这一刻都挺好笑的 因为红绿灯政府 代表三个政党 这个党费的颜色 好 下节再为大家分析其他议题 是这样 拜拜